我老师告诉我们在图书馆有暑期阅读俱乐部 我能参加吗 当然可以了 让我把登记本拿出来 哦 你现在几岁了 八岁 哦 八岁太好了 报名参加暑期阅读俱乐部 您孩子要做的就是填一张表格 上面写上他的名字 年龄和学校的名字 嗯 很好 欢迎您参加暑假阅读俱乐部 这儿有一张海报给你作为起点 参加暑期阅读俱乐部 就是你承诺每个星期至少读一本书 你读完后来这儿 我们会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回答正确 你就会得到一个像这样的贴纸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贴纸贴在海报的四周 我来帮你卷好 请拿着 开开心心地读你的书 再见 谢谢 你好 Leo Shane 最近好吗 很好 哎呀 我上次见到你以后才过三天呢 嗯 我能帮你什么吗 这本书我已经读完了 可真不简单啊 让我来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说一说你从书上学到的东西 是怎么样踢球 嗯 你怎样做呢 应该用脚背部分去踢球 用脚背部分去踢球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 你最喜欢梳理哪一部分 当动员试着在网里抢球时 真了不起 现在我来给你一个贴纸 奖励你正确地回答了问题 给 拿着 谢谢 还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我弟弟也想来参加 你弟弟也想参加 那就让他来这儿 我会给他报名 你叫什么名字 图书馆是一个舒适愉快又安全的地方 通过整个暑期的定期阅读 可以更加提高您孩子的阅读能力 这也可以使他们在九月开学时 有更加扎实的良好开端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